美国拳王胆大妄为 既然在擂台上调戏举牌宝贝 直接扛在肩上就往台下跑 莱华打比赛更是嚣张 在赛前侮辱中国女性 还在私下骚扰赛事方工作人员 简直是不知死活 这个嚣张的家伙名叫菲尔布洛尼 来自于美国绰号纽约混蛋 他私生活非常混乱 打架斗殴泡巴都是家常便饭 仗着有一身飘悍肥肉 便十分的狂妄 莱华在赛前发布会上 将嘴里的牙签扔到我国选手脸上 宋克南不是好惹的 冲上去就要干他 他这嚣张的行为 也是惹怒了中国汉将王赛 决定教训这个狂妄的家伙 王赛是我国格斗的汉将 多次获得山东散打冠军 被全民誉为火麒麟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王赛是如何教训这个混蛋 比赛开始后 王赛先是低扫开路 没想到美国选手直接下前进行爆摔 把对手顶在铁龙边 紧接着抱住单腿用满力 成功将王赛举了起来 重重地摔倒在地 王赛在倒地的同时 用手臂牢牢锁住对手脑袋 不给其地面砸拳的机会 美国选手不甘示弱 快速地逃脱出来 占据了尚未优势 王赛的地面缠斗水平堪称一流 丝毫不给美国选手施展拳脚的空间 随着双方在地面一番缠斗过后 美国选手在地面并没有有效的攻击 完全被对手防住了 王赛看撞时机 挣脱控制起身回到战力 还直接将局势扭转 把美国选手反压制在龙边 王赛也是十分生气 使出连续不断地顶锡加轴机 全部打在了对手脑袋上 美国选手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显得非常的狼狈 只能用双手拼命的护头 但王赛没有停手的意思 布洛尼宛如丧家之犬 丝毫没有赛前的嚣张气焰 在一波肘加西的套餐下 美国混蛋终于扛不住了 想要顾忌重施再次抱腿 没想到王赛早有防备 继续将其控制住 直接用重拳击打在身上 将美国混蛋打低太狼狈了 看得全场观众热血沸腾 此时王赛在一顿重拳的杂出过后 美国选手跟蜗牛一样蜷缩在一起 王赛健壮立刻拿住后背 双手放进脖梗夺处开始布置裸脚 锁住他的咽喉持续发力 布洛尼连已经红了 差点给送到西天拜佛 裁判健壮快速终止比赛 现场的观众起身开始欢呼 最终王赛凭借重拳重腿 暴揍美国选手 还成功将其裸脚降服 给这个美国混蛋狠狠地上了一课 让其再也不敢来划撒野 让我们为火麒麟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